战力最高的演员克里斯托弗里 克里斯托弗里曾经服役于历史上第一支精英特种部队 执行了无数次秘密任务 具体是什么任务呢 用老爷子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倒是可以告诉你 不过说完后得马上宰了你 25岁退役后老爷子转头演艺事业 开始了另一段精彩生涯 老爷子在多年前曾跟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见过面 并结为好友 托尔金在生前希望以后有机会能让这位老爷子出演干道府 虽然后来彼得杰克逊安排给他萨鲁曼这个角色 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了 007小说的作者弗莱明是老爷子的表亲 两人曾经在非绅士战争部队并肩作战过 这部小说一部分取自两人的真实经历 而书中灵魂人物詹姆斯邦德的原型就是克里斯托弗里 但这位老爷子并不想扮演自己 于是在007之金箱课中出演了反派角色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 除了贵族 战争英雄 演员之外 克里斯托弗里还是机箭冠军 歌剧演员 精通六国语言 并且是一个很好的高尔夫球手 星球大战中 他扮演的杜库伯爵所用的是歪霸剑 这是剧组根据老爷子的用剑习惯特别设计的